大家好,歡迎各位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這宗新聞現在大家正在放工 我做很短時間這段影片 因為我其實有其他事情最重要的做 因為前天晚上我在說 香港MIRROR的FanClub 聯同一起發了一個聲明 如果電訊研科再不表態 就罷買他的產品 罷買他的服務 現在黃昏有一宗新聞我今晚說 今晚會說一下 電訊研科現在出了一個聲明 但我留下今晚才說 所以我懷疑歌迷有看我的影片 現在是有用的 他們現在就逼他三天之內要交差 他就發了一個聲明 我今晚才說 好了 先說這宗好笑的 他就說 喂大哥 將軍澳的居民放祭祀品在地上 野豬開餐 然後網民很好笑 他就說 魚蘭節放題 非常好笑 另外 我們會說一下 神功戲 其實有些制製 或者魚蘭節的通識 關於魚蘭節 上演神功戲的程序有什麼 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通識 現在農曆七月 魚蘭節 鬼節 很多人就按個習俗 稍介意 放置製品 給一些遊魂野鬼 但是那些野豬不是遊魂野鬼 哈哈哈哈 野豬 都是 野鬼吃完 輪到你了 但是他慘 那些鬼是可以聞的 沒有想到野豬跟他爭吃 做到骯髒到處都是 所以要譴責 就是譴責 張君澳的居民 讓網民看到你到處放的東西 弄完又不紮 就這樣放在街上 成河體桶 現在野豬跟那些鬼都爭吃了 張君澳其他居民 街坊 在寶林村附近 遺留了大量拜祭的食品 引來野豬的垂簾 因爲什麽呢 你每個餵他吃東西 然後他不吃 他要自己 要覓食 他野生的 你當然是 讓他自己有回賺食的能力 你經常都是這樣 種壞了 他經常都走出洞 甚至乎西環 有一群野豬 一家大小排隊 過馬路 過紅綠燈 那些車看到他都不敢撞死他 這麼大隻 一會撞死他 你要搬走他 因爲你叫人到場清理 很麻煩的 好了 然後有些網民就笑了 嘩 魚爛之荒蹄呀 哈哈哈 更加有人批評 那些 拜祭者是沒有首尾 有網民 哈哈哈 就是這個 將軍我主場的上載影片 大量的香足 和遺留了拜祭的食品 引來野豬 嘩 開大餐了 好好味呀 哈哈哈 真是煮個七豬豬 大老鼠 最辛苦是宵物 這是給 pet hält Corporation 猪吃完了,原本就制止油云野鬼,怎知就放了野猪,野猪吃完又到老鼠,老鼠吃完是誰? 烏鷹,多麼不餵生才可以的,香竹勉強全部拉得啦,放在街上,丟垃圾,丟垃圾有什麼分別 他們說非法餵自野生動物,現在放在這裏不理不成的,只剩下食物的環境不餵生 待會再不知有什麼病,傳染疾病,烏鷹飛來飛去,再飛去你賭屎,然後再飛去食物的死亡 別傳染什麼疫症 這個報道就講到這裏 Want to see 金珠,金珠是,金珠的主人叫我在WhatsApp 不過不得人認住,金珠很可愛 我現在先講一下,這個大家一起看看 有人傳東西給我,不要傳東西給我,看得慘了 這裏就是金珠,金珠是標上捐款的善信名字 那時候我爸爸在山,雖然是天主教,但附近有些人 他都是一些錢,譬如說捐給一些人,派米派給一些老人家 另外,講一下那些,神功器有什麼程序呢? 第一就是請神,接著要拜先人,拜地方的菩薩,接著要拜神功華光天王 不是四大天王,不是劉華天王,是華光天王 接著破台,什麼叫破台呢? 就是看見那個戲棚的地下,未曾上演這個粵劇 那戲班就會破台,粵劇戲班規定在未完成破台儀式前 台前台後所有的人都不准開口說話,否則是不合理的 你亂說話的話很容易惹髒的 但是潮州人來說,學老人不論那個地方有沒有演戲都會破台 台上上香,依次序去勵器,例如拜先人,賀彈,橫炮,賀壽,六角大風尚,跳家官 然後抽花炮或者搶花炮,然後問杯選來練直禮 接著就是競投一些生物,再跟著分豬肉或者紅雞蛋 然後就封台送屍,接著是送臣,整個大戲就完成了 另外三支香在農曆7月15日剛剛好燒完的 給你看一下,通常有些大香的 你看到,這裡有些棄棚,以前有些搭棚工人 另外這些大香就去到,即是燒了一天的 7月14日開始燒,燒到7月15日 有三支大香 另外就怎樣呢 還有一些潮州人就把魚蘭節的傳統帶到香港快樂光大 一些地道的潮州小食都會隨之來到香港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了,豆沙餅 這些潮州小食有大法包,取其發材的寓意 大大小小的,即是白色那個 接著有些紅包,紅包有些紅豆餡料 還有一些白皮的綠豆沙餅 還有一些金錢糕,又叫做五色糕 裡面的成份多數都是一些糕粉加白糖 另外就有些米方條,就是由糯米、飯乾、油炸等等 另外就有這個元人名堂,就是潮州的經典的軟糖 另外就是其子餅 其子餅,就是糖皮的產品,綠豆餡料等等 另外就是鼠谷炭等等 還有老媽糕等等 那你又見到一個好像人形的公仔 有一點奇怪的,但不能亂說 這些紙紮的製品,手工都非常好的 那時候我比較年輕的時候,有個朋友 他的同學就是一些紙紮譜 原本他說新潮想搞紙紙譜上市 你們有沒有聽過? 然後當然搞不成 魚蘭節的經費來源就是在區內 街坊募捐的,是依靠大會的會長 副會長各籍理分擔 另外這些福品的鏡頭就是為魚蘭節 向各方面籌集經費 而魚蘭節的聖會就將神前祭品供善上去鏡頭 價高者得,一般相信這些福品可以補家集平安和生意興隆 以往的福品多數都是為香爐 又或者潮州南安堂、魚蘭節聖會那些福品的鏡頭 上元節就是人間的元宵節 而人們就會將燈結彩去慶祝這些元宵 而中元就是由上元而來 人們就說中元節就是鬼節 應該是張登為鬼慶祝的節日 你看看 這些 看到神壇 這些一排一排 另外每逢西曆的八月至九月 當你看到路邊的人在燒佳意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農曆七月的魚蘭節 就是鬼節已經開始了 這樣好不好 你看到 這樣 這就是分享給大家關於一些魚蘭節的 其實這些是傳統節日 所以如果你的心是向善 沒有所謂 很害怕 除非做虧心事 很害怕 而且經過這些地方 不要亂說話 有些鬼風 就不要說這些 現在是7點12分 有些甚麼要說 因為我要準備今晚 今晚都是罵爆電訊營科 還有說一下這件事 因為你們出了聲明 好 我看到你們的留言 多謝 最愛 最喜歡我講幾句 Claraclara Swee B-chan 她怕黑 都照push 多謝 我看到NS很喜歡 喜歡聽鬼故 先看看 好了 我志在盡快把影片有些甚麼新聞 就盡快和大家公佈 你們 好了 我現在有些事要做 是為今晚的影片製作 好嗎 也是說今天電訊營科的聲明 今晚我就會詳細說 並且 如果你是鐵粉 應該聽得到 聽得出 我是前日左右 我是叫別人 麻煩你Fan Club 聯同你所有人 你現在不說 什麼時候說 你們是金主 當然可以威脅他 現在出了聲明 終於逼他們這麼短時間 出了聲明出來 如果不是那些粉絲 逼他們的話 哪有這麼快表態 好 好 我現在先鳴謝各位 因為我本身有事要做 多謝 Bush Yang,Charlesito Alan Amanda Josephine Lim Josephine你好 Lam Sun Ha Seul Lan Chan Seul Lan Chan Seul Lan Chan Reva Liu Amy Leung 以及 宵夜B Chan 好了 這條影片短短的 總之我一有些甚麼新的影片 就和大家公佈了 好嗎 多謝了 我稍後再聊一聊 好